输入的时候 其实这个地方 当然需要房呆 这个我把它称为叫房呆 房呆就是它输入不是正确的值 比如说如果它不能够被那个什么 如果它这个地方输入一个基数 那怎么判断基数呢 就是它除以二不等于零的情况下 那表示说它不是偶数 不等于零的情况下 这样的话呢 那它就不是一个偶数 那就不能够累加 就直接跳离 所以如果说我执行的话 假如我从1开始Enter 请输入偶数 直接跳离了 后面 它就程式不会跑了 为什么 到此为止 那我用那个OS来做啦 OK 那 不过 当然你这样想也没错啦 不过就是说考试的时候 这个是没有必要 因为它里面其实已经有个评分系统了 那个评分系统其实还没有做到那么聪明 未来如果它有 严格要求你的话啦 因为 我们也是一样嘛 你要考试拿高分喔 千万不要 就反正就是 所以以前老师都说你把它背起来就好了 背起来就有分了 你就拿高分了 你不要一直 就是钻丁脚尖 因为钻丁脚尖 最后 并不会 让你的分数更高 像以前那个大学联考 好像大部分老师都背起来就好 至于为什么 你下时间不要 不要想那么多 反正先拿 但是理论上 如果学习这样 倒不是很好啦 最好要追根就底 像我的习惯是这样 其实很多东西我都要自己想出答案出来 OK 怎么找 很简单嘛 像Google很方便嘛 维基百科都有嘛 对不对 你自己看一看嘛 你就会有 自然会有一个基本的答案嘛 OK 所以呢 像很多东西啦 你们应该会知道 Google 到 我都尽量 反正你自己去看就有了 我也不用再多说明 因为那个太浪费时间 我们主要还是放在实作 有些东西你Google Google不到 或者Google到的那些东西 它没有办法那么详细的话 那我把时间放在那个上面 会比较有意义一些些 OK 好 那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我们做完了 这一题 所以这个地方是 你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什么呢 for回圈 把它改成坏回圈 那for回圈改坏回圈 前面讲过了没有 你就把初始值 自己再加一个 那逻辑放后面 然后呢 不禁止 你要自己再加 加2 OK 所以也许这一题 请各位 试着把for回圈 改为坏回圈 试试看看 也许你可以把 这个什么呢 302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复制它 Copy它 因为你要做版本控制嘛 把旧的留下来嘛 你就Copy它 然后呢 再按右键再贴上 贴上的时候 他会问你说 你的名称是不是要叫303 如果不是 我习惯这样的 改一个底线 然后这边打一个file 也许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要用file来改 那这边后面底线的话呢 就是加一个那个file的 名称 然后呢 把那个名称 改一下 后面加一个file Enter一下 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就会有另外一个版本 你可以把它打开 那直接在这边做修改 这个可以不要了 自己再把它改 坏回圈 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那个304 304这一题 回圈倍数总和 也就是输入5啊 这个只有5 还好它不是 它没有两个变数 它一个变数 它就是5而已 所以如果a 来一个b 如果倍数的话 那你也可以改写了 然后呢 能够把它累加 那累加的方法 但其实你会发现程式 像我考试的时候 302 跟304 其实程式差不了多少 所以呢 我的习惯怎么样 我干脆如果302写完之后 然后就把30 302的程式 把它贴过来 有时候改一下 因为只有一个a嘛 所以a 然后一个answer 那再来的话 这边 这个就初始值是1嘛 然后呢 这边的话就是 到哪里 到a a为止 a 应该a加1才对 ok 那step 这边就不用了 所以你会发现呢 后面一样累加 一样输出 只是差别就是说呢 当什么时候要累加呢 你这边就是要给它一个逻辑 所以 基本上喔 如果未来啦 假设那个 那个两个题目蛮接近 答案也蛮接近 像我考试的时候我记得好像 直接贴过来改好像比较快一点 因为有些东西都有 然后这边的话多一个什么 if if什么呢 if这个 我们产生了i的词 ok 那个i的词能够被五整除 被五整除的话就是什么 person 等于零的话 然后一个冒号 再怎么样呢 才去累加它 那累加的话呢 就是 当这个条件为true 才去累加它 所以记得啊 这边按个嘛 按个tab键 表示说呢 当上面这个为true 它才去累加 如果它没有整除 那就不累加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啦 ok 就以后的话反正回圈逻辑 回圈逻辑 这两个都会是 最好的partner啦 以后你反正你 写来写去都大概长这样 机会蛮大的 顶多就是 那个逻辑里面可能会 多个if else else if else 等等 会有这种多重 或者多加end 好像我们剪刀手部那边有 有那个偶 或者end 逻辑那边改一下 最后把它输出 这样应该ok了 所以 如果我今天要做出304 这一题的话 那基本上呢 我们就是根据题目要求 然后输入一个词 这输入21的话 那预设 结果先预设值0 那跑的话从1 帮我加到那个21 1加到21 中间的话呢 如果是5的倍数 那就帮我怎么样 累加起来 最后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一下 再来的话就输入21 如果enter是底下这个输出50的话 那应该这一题八成是没有问题的 ok 应该可以看得懂 尽量 当然未来考试你一定要写的顺 尽量就是 直觉的 想写什么 就写什么 那应该你考试就绝对不会问题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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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中文字幕——YK